陶丁的刀用了19年 锋刃仍像心魔一般的锐利 原因如下 陶丁锁好的刀已超出瘀器 它彻底掌握解牛之道 解牛时便能灵活硬刀 而无损于锋刃 陶丁解牛时是用精神和牛接触 而不必用眼睛去看 它顺着牛体组织的空隙劲刀 连经络和筋骨结合的地方都不会碰到 何况是大骨头呢 虽然这样 每逢遇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 较难应付 陶丁也会特别谨慎 眼神施助动作慢下来 轻微动刀而得心应手的顺利完成工作 不会伤刀